我希望社会民众可以成为反贪会的后盾 让贪污者感到孤独而不是反贪会 我是马来西亚反贪污员会教育处官员林锦馨 你正在收听的是榴莲台 nirianfm.com 榴莲大门我是颜言 九高赵我是伟雅 天马星光我是顺人 我们今天谈一下505两年之后的一种反思 对505过了已经过了两年了 记得当时2013年的时候505 就大家闹得飞飞扬扬的 说要505换政府了 结果政府是没有换到 也这样延续 其实政府没有换到就这样过了两年了 到现在为止 当然这两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不是说就这样得过且过的 而是要反思一下这个政府 既然他们有换的话 那么我们要需要做什么样的改变 马刀跑舞刀跳 工作也要照做 对啊 上街继续游行 继续反对 嗯 我们 这个蓝中华 他就在 他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文章里面就有说到了 这些505的反思的事情 其中我们也看到了 甘崩美丹 甘崩美丹的十字架的事件 甘崩美丹是 我们也知道它是无疑居多 可是早前这一件事情 闹得也是蛮大的 就是关于宗教 还有种族 这些纠纷的事情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作者的主要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 作者的主要的观点就是说 这是一个政策吧 这是政府的一个政策 国政的一个政策 国政的一个政策 对 意思是说 要搞这些东西 就是为了族群政治 就是分而治之 继续的分而治之 继续的让马来人 就是把马来人归成一堆 华人归成一堆 印度人归成一堆 就是要种族分歧 把这个事情弄越大 这是蓝中华的这个观点 但是这种事件 我们作为政党 还有政党的招数 为了族群宗教政治 但是作为我们的民众 是不是也上套呢 也不得不上套 就是不得不掉进这个陷阱 因为这件事情出来之后 大家都是义愤天赢的 一个十字架就在那挂着 为什么不允许我挂呢 这也不是你们家的底盘 是吗 对 另外他也有提到 所以这种气氛就 这种气氛 对于事件本身的一种感情 的一种情绪 就容易使我们产生一种 宗教上的一种情节 或族群上的一种情节 另外他也有提到这个 煽动法令的事情 就在于 双重法令呢 他们有这个双重的标准 也就是说 在这个示威 干部没单的示威事件里面 这些国政 就是在乌易 其中也不是有一个 国政的人吗 这个乌易的 伊斯兰教徒 他就说 为什么又没有拿这个 煽动法令 煽动法令来采取行动呢 因为 因为煽动法令呢 都好像都是 对 在于 对付这些在野党的 或者支持者们的 一个 招数 除了这个事情 还有另外的一件事情 也是谈到了 包括 不过这个标题 会让大家产生很多的兴趣 是李光耀的宠牌者 和中华娇 这里也有提到 就是这个李光耀的事情 李光耀 他说 我们都看到 很多人都看到 李光耀是一个建国总理 都说他多伟大多伟大 可是也没有说 也没有看到他另一面 就是他是一个独裁者 就是他为了 这个国家可以 不择手段 可以做很多 不太好的事情 他也说了 这个是人民 一个很可悲的事情 那么和中华娇 有什么关系呢 和中华娇的关系是 他说了两个 想必的意思 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我对李光耀 是很崇拜的 因为他是华人 他是华人 世界当中一个佼佼者 一个优秀 有软件的一个政治家 然后 那么我无容置疑 我对他就 有很多的崇拜之情了 然后这个事情呢 对新加坡的这个媒体 会对他 新加坡的一个社会啊 然后他会 由于他的一个强制的 一个措施 对新加坡社会 他产生了一定不同的影响 有的是积极的 有的是消极的 然后但是 本身来说 作者 作者的想法呢 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 他也举例了说 一位就是六岁少年 这位少年是 于鹏山 于鹏山 他说了这个 其实当一个社会 充满暴力的时候 不允许意义的时候 这个社会已经是生病了 新加坡取得了 巨大的物质成就 顾布迪斯 威上的塔利班话 这是他对新加坡社会的 一个感受了 等一下我们会继续的去 针对这些问题 来跟我们的访问嘉宾 做一个交流 另外的最后的一个点 是卢西的高度 他说了卢西的高度 卢西是以前呢 就是一个演化出来的一个人 就是原类演化出来的一个人 他就在这里提到说了 505的时候呢 当初505就算是 把政府换了 换成名联了 可是人民如果还是 以卢西的高度来看问题的话 那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就是说换汤不换药 可以这么说换汤不换药 就是说就算政府换了 政府变好了 换了一个政府来当权 可是人民还是一样的态度 人民没有成熟 没有思想没有改变的话 那还不是一样了 其实人民的思想 它的意思指的是哪一方面 说没有改变呢 就是说 其实都已经就是因为有改变了 所以才会想到要两限制 要换政府 如果你换回十年前了 应该不是十年前还太近了 可能是二十年前了 你不会想到说 你不会敢想说 我要换政府 或者敢说 甚至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制度来 或者没有一个 不是说没制度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或者是勇气 要把这个政府换掉 但是十年后 二十年后的这个今天 不一样 我们从308过后 就有林吉祥说的政治海啸 过后到505就变成华人海啸了 甚至还问 这样子一个东西 所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种转变 不能够说人民是没有没有这种转变 已经有了思想上的改变 有了一些民主的思潮 或者是是怎么说呢 要改革 这个决心是有的 所以如果成功换了政府 那我相信对人民来说呢 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局面 但是能容忍这个新政府多久呢 这又是另外一个疑问 好 现在我们的现场有我们的两级嘉宾是中华 早上好中华 早上好 今天心情怎样 还好 心情好好 好 心情好 我们谈一个心情也是比较好的一个话题 是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你的这篇就是在当今大马的发表的这篇文章 是我们比卢西有多好 首先想问一下卢西是谁 卢西就是那个 我们这个人类那个进化史上 形成一个里程碑 就是说是他在人类进化成为一个智人之前 他是一个 一个充满 就是有人类特征的一个进化前的一个化石来的 他是一个磁性 而他在那个非洲那边的时候就被发现了 所以当时他们认为这个 路西就是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可是为什么你会你会把我们就是把人民当比喻成路西呢 就是和路西来比较 因为那个人类在那个还没有进化成那个 这个直立的人类今天是好像人员这样的 就是用那个双手跟双脚就是在走路的 而这个直立成为一个人类是我们就用双脚来走 这样我们就比较高 然后就是有双手腾出来了就可以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人类就在这个进化的过程之中 就是不单止在那种身体上 还有达拉雅包括我们的思维上的进化的进步 所以我们就看着 我就用这个东西比喻和那个505的东西 我们这个选民在经过这个505的时候 就是说的是我们有这个觉醒的 有52%的人投给那个名言 这个47%的人投给了国阵而已 所以这个过程是经过了很漫长的一个 大概时间大概有接近50多年 这个1957年到今天 所以但是这个投给了这个东西过后 不代表着我们这个选民已经完全的觉醒 或者是完全的站起来了 但是在很多思维上 我们还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还站在的以前那种的原始人的时代 所以我特别写的这篇文章就说的是 如果我们这个思维上面有出现巨大的改变 其实我们换了政府 但是很多时候新的政府上台 未必代表着会有新的作法 新的作风 新的那个思维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那么就在这个你的文章里面提到的这些事情当中呢 你就有比喻到了这个Campon Maidan的这些事情 Campon Maidan啊 或者刚刚我们也有引述一些的事情 你可以具体的再讲一讲吗 就你整个505的505过后的看法 就在这些事情的引用 因为这个我觉得Campon Maidan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教材 这个教材就是说是 他当时被那个人抨击的时候 那警察终于要拆取行动去 没有抓捕 但是只是去问话当时那个涉案者 就是那几个那巫统的领导 地方的领导 他们就是去那个教堂前面示威的 而当时他那警察这么说的时候 其实很多真的很多人在那个网络上说 怎么你们双重标准对待 你们去引用判断法令 引用判断法令 就是去逮捕那个Juna 逮捕很多那个明年的领导 逮捕很多涉运的领导 大概已经超过整十多个人被控了 接近等一百多个人被骚扰 或者是被那个逮捕 然后被问话 类似这样的东西 但是为什么这个巫统的时候 没有那个采取这样的行动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这样自问的话 我们就很糟糕 为什么呢 你当时这个串重法令 就是大家是非常的讨厌 都认为它是个恶法 但是为什么还是要 就是要求政府使用这个恶法 来对付其他人 如果我们不认同的话 怎么我们还要要求政府 去引用它去对付其他人呢 所以这反映出我们在思维上不够成熟 其实之前我们有一支讨论的 就是归那个国家和谐法 就是来取代这个 那个煽动法令 反而在这方面的论述 几乎没有人去谈 可能是一些把考试的人 就是律师公会 可能会去谈到这一块 但是大部分的平民百姓 居然没有 居然都是没有去谈这一块 可是煽动法令这个事情呢 是我们人民也改变不了的事情 只有他们执政的当局 可以使用了一个 他们自己的力量 对吧 所以我就想的是 当然如果你不认同的话 如果你又觉得很无奈的话 这样你居然就认同 那个国政当局 他们所做的所为 就是说是可以引用 这个煽动法令 可以引用那个 ISA内压法令 可以引用其他 这样的恶法来对付其他人的话 那么的话 我们其实我们跟国政 有什么差别呢 所以你就是说 人民既然选择了国政 那你就要尊重国政 所做的任何事情 这样就没有啊 这样我们反正要看回 当时那个选举的时候 是52%拒绝的过程 人并没有选择过程 但是我们如果这么说的话 你看在我们今天也看到 报章说 在英国的选举过后 同样的有这个失败的这些 也同样出来是战示威 他们也同样不满 对 所以无论是你得到多少% 只要你执政的话 那另一方面肯定认为 这些是不公平的 或者是不是他们要 他们肯定都有出来反的 对不对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如何能够 来评断说 现在的选民 或者现在的人民呢 依然还是像您说的 也是用如戏 这个角度来形容 现在人民可能还没有 到达那个程度 还没有进化到那个程度呢 其实说回那个英国的情况 当时那个 他们那个选举出现就是 我们这个选票这么多 当时选出来的议席是非常的少 嗯 然后那个苏格兰他们那个 对 英族主义那个党 但是他们得到选的比较少 但是选到50多个席位 嗯 所以当时那个 昨天还是前天 我就看到那个报导 开始就说 那几个党都开始就联署弄得 不是联署 他们就共同的发出一个声明 说是我们需要改革这个选举制度了 嗯 这种选举的比例是那种 选票比例是来分配到议席的 嗯 这个马来西亚 我们说是 呼吁很久的 是没有任何那个写论 英国他们尝过了这个苦头过后 他们就开始认为是 first past post 是不能代表任何合法性的存在 也不能合法化那个 那个制政那个基础的 嗯 所以这个那个 那个威斯曼的那个制度的老祖宗 嗯 最后他们结果 尝过这个苦头过后 已经了解到 现在已经不到 已经到了 不改革不能的时候了 嗯 所以一个政治制度 它不是一盘那样的死水的 嗯 它是一直在变通的 这个就是我觉得是 这方面我们人民 一定要警觉的一个 我们不能说是 你是英国都没有出现改变了 那么我们也不应该出现改变嘛 嗯 这样这样的话 是个很糟糕的东西来说 嗯 这样如果英国它是一个 呃 自民帝国家 它没有出现 它也在自民帝国家 它也在自民帝国家 叫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写英国 成为一个自民帝国家呢 嗯 不应该这样嘛 对不对 嗯 所以这 刚才我们提到的在505 过去这两年之后 然后呃 我们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 50多半个世纪以来的一个民主的 的思维的一个进步 但同时也有一些局限性 你刚才所说的这个 就是我们在50多年的 这一个时间段内 呃的进步指的有哪些呢 嗯 其实进步的其实我觉得 再次在近代那个reformacy过后 嗯 以前的人就 对那种的上街那种是表达那种看法 是非常的害怕恐惧 嗯 当时的恶法跟今天的恶法 其实都是想 都没有想法都是一样多多 但是以前是在那个 呃 的过程自证的时候 如果你有上街去表达那种想法的时候 很多很多人在劝告你 说是不要这么做 这么做的话政府会逮捕你的 政府会把你六个黑名单 类似这样的东西 今天的政府呃 依然还是会这样做 就是说是他们会严厉的控告你 严厉的骚扰你 你实际上的做法 那这个是 大家人民开始是警觉 就是说是 看穿的这个政府就是使用这种的高业的手段 来维持的政权 他的那个手法 而如果我们继续纵 或者允许他们这么说的话 那么有一天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是会失去那个 那个传达声音的机会的 所以那些经过reformacy那样年代的人 知道如果我们妥协的话 人民妥协的话 政府就会强大 如果政府不受到那个 他权利的自行 那么的话 人民的声音就会变成一个没有声音了 所以这个reformacy过后 开始就出现了reformacy 出现那种的blackout 都是一些 甚至一些的时候 不是由那个政党主导 是由一些非政府组织来主导那种的思维 包括那种的性别 那种的意识 那种的主义 那种的上街思维 那种彩虹联盟 那些这样东西 所以那个还有的指示联盟 上去也代表女性的 所以那种的思维 跟那种的表达看法 其实都是在于 那种宪法上的保障的一个权利 只不过去的时候 当我们行使的时候 就被政府打压 被他恐惧 被他恐吓 然后被他抓捕 所以就是 我们近代以来 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但是这个进步的空间 还是当然有待 那种的更加的加深 抬脱 但你看我们这种进步 我沿用一句就是老生常谈 就是道告一尘 谋告一丈 那现在的情况是 人民的这种进步 在思想上 民主思想上的一种进步 好像还是没有办法赶得及 在执政方面的这方面的进步 我们也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一下 比如说像你说人民有进步 那是不是执政当局也是有进步呢 从一个很好的例子来看 就是当时308过后的这些集会 什么 从一开始的有这个水炮 什么吹泪弹等等 到今天就完全让你去这个示威 法令也改成了 虽然是换汤不换药的一种 怎么和平集会法令这些等等 但是毕竟这也是一个改变 所以在应对人民的改变的同时 执政单位也在改变 也在蜕变 那这种情形对你来说 是一件好事呢 还是说这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是一件好事来的 政治这个斗争 留人的是不是一滩吃水了 如果是一滩吃水了 那么就没什么好争了 这个就是说 如果是一滩吃水 通常我们面对的对象 就是一个真正的独裁政权 他们完全不去思考 如果是应对人民的新的要求 新的智慧 他们只会用那种老方法 镇压 镇压 再镇压 把你压到不能完全的表达出来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会不会变成要换政府的这种努力 反而是越来越大的呢 因为现在如果说执政单位呢 他已经越来越懂得怎么应对 现在人民的这个要求了 甚至我懂得就是改变我自己来符合人民要的这个要求 那是不是到时也不用换政府了呢 对 如果这个政党 当然他出现自我改革 自我改变的话 当然的话 如果他顺应人民的名义 废除掉恶法 然后解除人民的那个 那种的加速 然后是他进行体制上的改革 当然人民会欢迎 但是就是如果他进行这样的改革的话 那么他已经是不是他那个 就是他不是他自己本身了 他就是成为一个新的那个本质 而这个过程之中很难 根据那种的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外国的历史 很少会出现这样的改革 是非常的罕见的 这种民主化的过程就是 我愿意放弃我这个自政权利 然后接受可能会被那个人民轰下台 就是接受我们可能会出现换政府 出现可能因为换政府过后 我们的本来政党里面的人 因为贪腐而被控告上法庭 甚至包括我自己本身的领导人 被控告上法庭 这个例子是非常罕见 当然他们会做出一些那种改革 就是修改一些恶法 一收一放 一收一放 但是我收多过一放 这是过程之中 我们就可以可能 在一根这个拉瓷之中 然后减低人民的那种对抗的力量 当然之前我有说说 另外一篇文章我有提到的就是说 其实我们马来西亚不但是 现在有那种的经济上的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也进入那种的中等政治陷阱来的 中等政治陷阱就说的是 我们是处于那种不上与不下丹的状态 我们又不是一个独裁国 我们会是一个民主国家 这方面大家都觉得很无奈 所以说是我们要激烈一点 因为如果是一个独裁国 就可以激烈一点 就把它推翻掉 类似这样的东西 但又不是我 又不是的话 那些人民不能做一些激烈的东西 他们旁边的那个告诉你 劝告你 你不能这么做 我们还是要守无法的 我们还是要遵守法律的 如果是一个民主国家 又不一样 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处在一种海绵的包围状态当中 你使不到力 你出到力 那力一打出去就好像被化掉了 就是这样子一个感觉 那这种感觉到今天为止 我就感觉到 这个执政单位他们挺厉害的 就是他们懂得用这样子的一种太极化 以力化力的这种方式 把这个力都化到了 所以你要怎么借力 你也借不到力 你要怎么使力 你也使不出力来 这种情况下 你要如何能够 你是不是要更大的一种力量来 才能够突破这个点呢 那如何能够去突破 通常的这情况之下 我的观察是 这个政党它的本质 始终还是会 就是那个本质来的 就是以镇压人民的声音为主 所以它无论如何的改革 始终这个本质还是无法改 那种改变的调决 就是说这个政党 它始终还是会 要本民臣服于它的权威 所以它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来打到这个目的 虽然它非常矮一些 但是它大力的远用 那个赞同法令 它虽然非常那种的紧急法令 但是它现在又通过 那种的Porta 通过那种的预防性 那种的Premative Law 那种东西 就是它的本质 它虽然是经过一轮的改革 但是它的本质还是 依然在另外一种方向 那种方法 重新的恢复回来 显现回来 所以它始终无法解除掉人民 对它那种的恐惧 对它那种的死亡 所以当然它的本质 慢慢的显示回来的时候 人民对它的那种抗拒 会依然的会继续的高涨 继续的增加 所以当然这个之间拉扯 可能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所以今天我们在回顾的时候 我们的民众 应该怎样去努力 怎样去学习 怎样去觉醒 才能够达到另外的一个程度呢 或者是说我们 虽然在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困惑是什么 刚才我所说 其实我们面对最大的困难 就是说是中等政治陷阱 或者是鲁森林所说的那种海绵班 处理打住的力 就受不到力 但是我觉得现在最重要是 在于政治警觉那种的工作 那么造成这种中等政治的原因是什么 就说的是政府也是很聪明 那政府很聪明在于 我不把我自己弄成一个完全独裁政权 我也不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 就处在于中间的时候 那种的很无奈那种感觉 你要尽全力 使用激进的方法又不能 你不要使用激进的方法又不能 那么是不是我们现在所实施的宗教族群政治 它就是独裁的一个表现 然后我们实施的民主政策 它就是选举的一个表现 选举是它民主的一个表现 他们释放出宗教跟集团主义 它不是一个独裁政权的最大的表现 它只是怎么说 当一个政权面对那种的威胁的时候 它不但除了那种宗教 除了种族主义 当然还有其他那种很多的工具 比如说使用秘密警察 除了使用秘密警察 当然还有使用那种的恶法 各种各样的手段来继续维持这个政权 在这方面的时候 我觉得人民一定要看破 就是他们用以维持这个政权手段的方法 它的本质 所以作为民众 那我们应该怎样去对待这样子的事情 虽然我们即使知道了政府在用这种法律 在用警察来维护政权 但是我们民众又有什么可以做的呢 比如说一个 当政府说 它要用那个One Malaysia 就是一个马来西亚 就是来统一全国的时候 我们可能需要点名点醒它一下子 其实马来西亚不是一个来的 这马来西亚是由很多东西来组成的 这马来西亚是由一般人 Sakaratan人 然后华人 马来人 印度人 还有其他种族 各种各样种族一起组成的 其实有一句话是更加好的 Unity in diversity 就是说是我们有不同的想法 有不同的分歧 但是我们始终有一个团结那种概念 而如果只是用那种One Malaysia 它来用的一个口号式的东西 来统一人民 相对话是一个很非常不确实的东西 而且它没有解决到 那种的分歧 我们之间那种在文化上宗教上 在那种政治理想上的分歧 它没有的 只是丢出一个口号 说是我们就是全部要统一 变成一个One Malaysia 所以人民这时候就要看穿 这个One Malaysia自己本身的本质 而当你看穿过后 不单止这样 你只能看到这个One Malaysia 最后已经沦落到 变成一个派遣的计划了 但是One Malaysia一出来 就是派遣了 就是派这个房屋计划 派这个Bream 然后派那种的Taxi 或者轮胎那种的更换计划 类似这样东西 所以我们人民要保持一个血量的眼睛 那政府会一直改变那种的方法 来用来那种的维持的正确 但是如果我们有个血量的眼睛 就可以一记记破 就是一看就看穿 那个他们这些政府本身 那背后的影响成 那本身的本事是在那里 那么如果说三个因素做一个对比 一个是宗教政治 族群政治 还有刚才您所说的恶法和警察 这方面的一个维权的机构 这三个 这三个事情做一个对比 哪一个才是我们所要冲破的 最重要的那一个方面 我觉得三个那三个都不是 最重要的是要突破的是 人民自己本身的思维 最重要的是本身人民的思维 如果当那个Cabon Medan 才发生那种继续发生 那种的十字架的事件的时候 人民还继续要求政府 使用那个三东法令 去对付那些人的话 那么我们觉得 我觉得我们自己人民 还是不够觉醒 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但是有一个就是事情 不仅仅这个事情 不仅仅是民众 民众他 有的民众在说 用三东法令来对付这些人 然后同时政党们 部分的政党们 也在说用三东法令 应该逮捕他 对 你对这样的一个声音 怎么去看 我觉得就是一些政党代表 就跟那种的无耻的人民 就是一模一样 而可悲的是一些政党人 甚至是包括在业党人 他甚至是 曾经有遭受过 被一种的政府骚扰 被政府逮捕的那种经验 但是他还是说的是 为什么政府不要 要使用那种三东法令 去对付他 我觉得这样说的话 这样你他 你就justify 你就合法化 当时政府这样逮捕你 控告你 然后是虐待你的 那种的手法了 这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做法 其实即使不是很聪明的做法 但是为什么他们身为一个政治人物 难道他们不理解吗 还是说他们完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一些政治人物 我们不能假设 他是知道一切的 一些政治人物 他也是跟我们一样 都是一个人 他以为自己本身的盲点 所以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人民 就要先破除一个东西 就是以为政治人物 懂得一切 这个我相信可能不应该用盲点吧 应该是说是一个政治智慧 或者是说政治手段吧 也许是你看 在很多时候我们从一些事情上看到 感觉上 其实无论是在野党或执政党 他们只是在利用一些课题 来巩固自己一些地位 或者把对手击倒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目的 那只要能把对手击倒 我不介意用对方的这个方式 来把对手击倒 你认为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如果他使用这种方法 或者是存有这样的思维的话 到有一天的时候 未来肯定有一天的时候 他自己本身也被人民轰下来 但现在人民他并不这么看 现在人民只要目的就是 只是投这个目前政府的反对票而已 对就是我觉得回到去 基本上人民那种决心还是最重要的 因为到最后是人民投下那个选票 是人民主宰这个政府 到底是谁的问题来的 所以如果人民有觉醒 人民也知道那个政治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政府的运作是怎样的 政治上的辩论是怎样的 所以如果我们都有这方面的提升 我觉得未来那个走势 或者是那种的趋势会比较好一点 这是刚才也说民众这方面的觉醒 以沙东法令为例子 一个例子 但是同时呢 还有一个宗教种族方面的 一个民众的觉醒 似乎这方面的觉醒 大家很难去摆脱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 大家要摆脱这种宗教族群的政治 也知道在野党的这个宣传的理念 就是摆脱族群种族的政治 宗教的政治 但是我们每一次看到补选的时候 包括安政补选的话 也包括其他补选的话 其实国阵 他们所实施的政策 和在野党所实施的政策 并没有什么区分 大家还是在 用一些宗教族群的一些政治的话题 课题来挑起民众的一些情感 从而得到选票 所以政党的这种宣传 这种气氛 媒体也是跟着这种宣传和气氛 所以我们作为民众的本身而言 怎样才能够摆脱这种 这种思想笼罩在大家的脑海里 对 我觉得那问题是会复杂 回去那种人民的情绪度 到底有说啥 如果在野党 就是今天的明年 他也使用这样的方法 比如说用宗教 宗族这种的东西来 就是煽动人民 投那个国阵的反对票 我觉得这种政治 我们就要去拒绝他们 因为他们使用国阵 叫我们未来会选出 另外一个国阵上台 这个都是我们要避免的东西 如果那个明年 自己本身 就使用那种方法 比如说可能是 透过我们的宗教 极端主义类似 可能使用那种呼吞 或者使用的马来大马来民族主义 来重新要取代那个国阵的话 我觉得这种的政治论述 我们要去拒绝 我们不能只是因为 它是一个来自明年的政党 我们就要 不能 不要去质疑它 我觉得是要大力的质疑 甚至是拒绝这样的想法 需要我们民众的一种自我觉醒 对 自我思考 自我对比和一种审思 同时你看刚才我们也提到 这个英国这方面 它的大选刚刚结束 你认为英国的这次的大选 有一些哪些部分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或哪些部分值得我们借用到 我们的政治体系上来的吗 或者是说 有一个明显的不同 就是在大马的政治 它是 它是两个阵营的 一个是国阵 一个是民连 好像是两个强大的阵营 不允许也是 小党存在的这么一个政治体系 然后但是在英国呢 它有多党 好多几个几个党 然后呢 到选举的时候 他们可以自由去选择 组成联合政府 所以这一点是不是也是值得 我们去想象的一个点 当然我们在今天在谈英国 那种选举结构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多人就忽略到 其实英国经过了 差不多整一百年 那种的政治的演变了 我们是从英国 那整个政治制度 其实我们是在1957年过后 我们就停止在学习英国了 我们还是跟那个1957年 马来西亚那种政治制度是一不一样 但是1957年的英国 跟今天的英国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时的英国 他们的那个全国大权不是固定的 但是呢 在那个2000年 还是2000年 2011年的时候 他们就立法 摸取掉那个首相有权力 解散了国会 随时解散国会 然后是可以决定 随时几十大权的权力 他们以法律的形式来规定 首相他们必须 在一个固定的那个时间 举行大选 而这方面的时候 英国是经过很大的 很长久的论述 他们才得出 就是这样的结论 就是说是 如果我们允许一个首相 有这样的权力的话 那么他就可以选择 利用自己最恰当的时候 来自己举行大选 而我们在 说一句的 我们在讨论 今天会 英国那种政治的发展的时候 我们这些东西 我们要看回去 英国在过去 他们的政治制度发展 比如说 英国他们是非常注重 在野党 在议会里面的角色的 那一个在野党 不单只是最大的在野党 第二第三 他们都有那个角色可以扮演的 他们是写在议会常规里面 第二在野党 甚至可以控制 当天那种 那种议院里面 那种议案的 那种辩论程序的 比如说在英国 下议院 每一个星期五 都是在野党 控制整个议案的 政府是没有 全力 那种做出 那种的插手 这是他们的 议会常规里面 所决定的 所以这方面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 就很没有 甚至连 那个 政党轮替 都还没有出现 所以 我们很难可以想象到 可以去到英国 今天这样的地步 如果能够去到 这样的地步 我们需要 一个 也许这样的 这样的问题 问起来比较傻 但是还是想去展望一下 或幻想一下 如果我们能够达到 达到英国的 这种议会的制度的话 我们马来西亚应该 做出哪些努力呢 我觉得最近还是 要回归到人民 如果没有人民 那个压力 没有人民 那个要求 维权 政府是不会 就是改变的 其实我看到 另外一个例子是 中国 中国虽然是一个绝对的独裁国家 但是人民在争取基本上的权利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的积极 非常用力的 比如说最近我看到他们 有一个中国广东 他们要废求一个粉化炉的运动的时候 一些人民居然是 可以组织到 就万个人上街游行 然后是跟警察对峙 然后是使用他们的 最没有办法的办法 就是跟政府对抗 到最后是可以 迫使当地的地方政府 取协了那种粉化炉 这东西我在马来西亚 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这个在中国 居然可以发生到 可是这方面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这个事情 在中国 你也说了 他们游行就可以解决问题 在马来西亚 我们也有好多的游行 种种的游行 可是我们能在游行中 解决的问题 也没有很多 政府也是这样执行 他们要执行的事情 中国的游行 跟马来西亚的游行 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去看一下 他们的游行 他们的游行 是占领马那个警察局 占领那个政府大厦的 可是在马来西亚 我们能这样做吗 这个也是 当然是不能的 对啊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但是在中国 它也是一个不能的东西 它真的是 很多时候 中国这本身 比我们的做法 更加激烈 更加的激进 我看到一些事实 确实很激烈和很激进的 有多少的示威民众 都头破血流了 警察也跟着去 头破血流 然后部分的示威民众 也被警察给抓起来了 所以大家是抱着意思的信心 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中国他们不像马来西亚 中国他们没有议会的选举 他们没有人民带意识 他们无法去投诉 或去申诉 所以他们唯一的办法 就是跟政府对抗 直接的对抗 所以他们缺乏了这个中心的管道的时候 他们就只能 就是直接的跟政府对抗 马来西亚就是有一层这样的 所以他们可以去投靠人民带意识 去申诉 可以去 所以中国它没有这个制度的时候 人民的唯一的反应就是 直接上街对抗 所以马来西亚是有这样的制度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议会的斗争 而中国是没有议会的斗争 虽然中国有个叫信仿制度 那信仿制度当时一个是化平来的 所以当然在那种的政治制度上的比较 我觉得我这样的 马来西亚跟中国的比较 当然是一个不是一个正确的东西 因为我们的政治制度都不一样 我只是说是 在中国都已经出现改变 在马来西亚还没有出现改变 回归到都是回归到 人民到底要什么东西 那总好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 这个我们505的这个反思 就是从我们这个改变 在马来西亚政治局势 它是从 可以说是从308是一个 算是一个分水岭了 因为那个时候就开始 出现了两限制的一个图形了 因为毕竟308过后 国阵也不是完全的掌控 说整个国家的这个政权了 对不对 那现在看起来 从308的政治海啸 演变到505的 有人用华人海啸 这样子一个说法 那直到最近呢 甚至有一些评论员说 未来可能还会有马来人海啸 这样子一个说法 那从这种种的改变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点 它唯一不变的 就是说这个族群政治呢 它无论是在执政党方面 同样的可以给到执政党好处 给在野党也同样的 有这个好处在 别忘了这个505的 为什么能让行动党赢得那么多票呢 我们不能否定的一个点是 真的是有很多华裔选票 是确实投到了给民连这一方面呢 所以我们从中就可以了解到一个点了 这个族群政治这一方面呢 在野党执政党 他们都从中藏到了这个甜头 而在未来的 就相信5年10年20年内 我相信都有很难面对很大的改变 因为大家都从中看到了这个好处 那如果是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如何能够突破 就是人民本身呢 也自己认同的这样子一个做法 比如说像可能这样子来看吧 就是身为华人 可能我就要把选票 如果我不喜欢这个政府 我选票就投给了这个 明连三党其中一个党 哪一个党最符合华人的心 这个心意呢 当然就是行动党了 为什么不会选 想到这个投给其他的党派呢 可能就是这种民族心 他已经根深蒂固的在心里头了 那如果是这种行星之下 我们如何能够期望在未来有更大的改变 我觉得会出现那种的 我只投给那个 如果我是华人投给那个华籍政党 华人投给那个物籍政党 英籍政党 都是因为是大家就觉得 对于这个政治制度觉得没有信心 这政治制度不会保护我们 所以我们在心理上 在心理上去寻找一个 会保护我们的一个政党 虽然那个政党很多时候 是做不到这个事情的 第二个东西我觉得 因为我们缺乏政治论述上的那种辩论 怎么说 政策是不分种族的 交通政策 比如说交通政策 我推行一个交通政策 他在的人全部是 马来人 印度人 瓦人 卡塔山人 一般的什么人都在 甚至包括马来人 这个东西 是不分种族的一个政策来的 但是很多人会说的是 会陷入于 我们到底这个政策 会让那个族群受惠 其实一些政策 它说会是全马来西亚人民 但是那种的狭隘的观点 一直存在于许多人民的那种的思维里面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去开拓 就是在那种政策 政策上的论述 比如说是 交通政策如果做得好 我们不但只可以减低我们那种的汽车开销 甚至一可以减低买 我们那个 人民的在车货的伤亡率 对 这些我们都都可以理解 但问题就在于 你看 如果说执政党在玩弄种族的这个概念 来分而置之 但是在野党又何尝不是乐得去配合呢 我觉得是一些在野党的领袖 可能会去乐得去配合这样东西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在野党 都不会去认同玩那种的种族 或者种交往的情绪问题 如果说是不认同 但是很多时候在报章媒体上看到一些报道 也许是不认同 但是最后也是掉进了那个圈套 就一起跟着去走了 对 这个就不然否认是的确会有这样的现象 但是我觉得是 总体上来说 在野党他们的要求都是可以跳错出 那个所谓族群的思维 比如说那个华人还叫Tsunami Jina 然后现在有个Tsunami Malayu 其实这两个论点一个是出自Najib 一个是出自Najib 他们的嘴巴 这两个人都是巫统人 所以他们的思考的东西都是从族群角度 而这两个Tsunami Jina还是Tsunami Malayu 不是有名点体系 也不是有在野党或者是社会运动分子体系 所以只能发明的是族群政治 还是真的是更生固定存在于那个国政的思维里面 而其实在野党提出的一个想法就是 Katonal Rakyat 那不是Katonal Rakyat 什么什么样的族群 Katonal Rakyat其实是一个 可以打破族群思维的一个重要的论述来的 非常无可奈何的事 但是很多人无法去把这个论述继续扩大 加深 你认为是谁最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一个论述呢 我觉得不能接受这个论述是很多东西 在既得的利益者 既得的利益者 其实在你的这篇文章当中还提到新加坡 李光耀的这个崇拜者和董花椒 我们也都知道新加坡它是一个 它没有族群政治 它也没有种族政治 然后经济发展的也很好 每个人的药包里都鼓鼓的 像这种社会 你说我们作为华人来说 应该对于新加坡还有反思吗 我觉得新加坡面对那种族群状况 跟马来西亚是一模一样 不然说它没有一个族群危机 所以新加坡你不会看到 有其他的族群掌握的关键的职位 比如说我在内阁里面 比如说在那个军队里面 在军队里面不曾有出现过那个马来的将军 也不曾直到是2009年的时候 那个新加坡才第一次提拔一个马来人出现 出任一个准将 而这个准将它过后就退休了 过后我们就不再听说 那个新加坡有委任任的一个马来民族 出任一个重要的指挥官 customs 那种level 的一个人物了 甚至说是一个空军总长 海军总长都不是有那个 那个 PAP 就是政党所相信的一个人出任的 这个而马来西亚始终依然会 再不时不时把新加坡当成一个政治的一个高养 说的是如果我们马来西亚马来人不争气的话 就我是从那个国陈证明来说 马来人不争气的话 我们以后会被那个新加坡致命 就是那种厉害的有效率的一般华人 会来反过来致命这个马来西亚 我们是落后的人 一样的 或者是是不是有另外的一种想法 就是本身新加坡是以绩效率为主的 然后它的华人比数也占的比较大70%多 然后马来人和印度人也不同的一个比例 但是相对的比数比较小 那么在这一个绩效率为主的国家 它不看你种族 它不看你是华人还是马来人还是印度人 只要有谁有能力谁就像 那反而华人的这个70%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是不是这个几率性的原因 华人上位的就是比较高 我觉得这个从科学上来说 从那种数学角度来说 那种的possibility当然是可以存在 但是在现实上这种的几率是很低的 李光耀他就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种族 以种族思维思考的一个人物 此人从来不相信巫统 此人从来不相信其他种族 所以他在今年里面 他大肆的开放移民政策的时候 他欢迎的很多都是来自有钱的 就是包括来自中国人的移民过来 为什么他不把移民政策开放给印尼呢 不把他开放给其他那种的菲律宾人呢 怎么只是锁定在那几个国家呢 所以那种族性思维 它已经是折射在他基本上的政策之中 而且李光耀他每天都有说 如果新加坡不争气的话 实际上有一天 那个马来西亚 会取回这个新加坡了 如同一者 如同也是用同样的那种的说法 来警告那马来人的 李光耀也是用同样的手法 来警告这个华人 他们当地的那个新加坡的华人 所以我们这是纯粹使用的 种族那种的论述来恐吓人民 来继续投他们这个巫统 或者是这个人民警动党他们的一个 一个一票 但是现在你看新加坡确确实实 刚才听到您说的 它招很多的华人 很多就有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这样子的人 进入新加坡 然后有利于它的统治 但是现在70%左右 80%都是华人 然后现在新加坡有其他政党也逐渐的在崛起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似乎它的族群政治不是很起效果 反而也许是另外的一些政党的民主人权的思潮比较起效果 在新加坡他们的虽然是个东南亚的第一个先进国 但是是在那个民主那种的开放 或者是民主那种进化过程之中 它其实是属于还落后在印尼 甚至是马来西亚之后 在这方面 它这个新加坡它是不容许那种的批评那种存在 就是非常的糟糕 在马来西亚起码它可以去批评政府 或者是可以大力的那种的反击政府 但是在新加坡你如果这么做的话 你就被控告被控告诽谤 被控告刑事诽谤这两个不同 要民事诽谤或者是刑事诽谤 有一部分的华人他也会这么想 我为什么要那么多呢 其实新加坡对于我本身来说都是挺好的了 他宗教族权没有大马那么严重 然后对华人还是很公平的 然后我也有钱赚 其余的我也就不想了 对 当一个社会它的经济 社会经济教育发展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就是先进国那种地步的时候 人民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我们不但只是要求政府有效率 也要包括他尊重一个人 尊重一个人的尊严 生活的一个尊严尊重我发言的尊严 因为文明指引他们就是 效益程度提高过 我觉得我的发言 我不是胡言乱语 我不是情绪化的发表意见 如果我只是发表我的意见 而不会对付的话 我会觉得我很生气 我觉得我怎么我连这个在宪法上 确保的权利都没有了 我觉得是社会继续存在 现在有什么价值 比方说那个MOS1那个事情 当这个MOS1他在现场被一个人掌握 大庭广众掌握 我觉得被掌握的不是他 是整个新加坡政府来的 因为当时居然没有人去帮助他 他们允许这个政府去提供这个MOS1 但是居然他们也允许这个人去掌握他 这个新加坡政府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来的 那么当这个于鹏山他被掌握之后 他是不是去告上法庭 没有 他是过后只有其他人就报案 针对事情 不是他自己本身报案的 过后警方在裁决的行动 所以这个案件还是在审理过程当中 还是有结果吗 据说那个警方已经逮捕了 那个49岁掌握他的那个人 过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还不晓得 还可能还在等进一步的发展 我想说的是 如果新加坡人允许这个MOS1被掌握 但是不允许MOS1去批评这个李光耀的话 他们这个政府是有点病的 但是刚才通过您的介绍 好像是新加坡政府既不允许这个男孩 抨击李光耀 也不允许别人掌握他 因为当局有关人把那个掌握他的人 给带走了 也是依法承败 对 我们就要看那个 他有没有提供他 然后看他有没有这个 因为剧情的发展的时候 我还没看到他被提供了 明白 好谢谢 谢谢今天中华与我们的一个分享 您的话让我们思考了一个很多很多的一些事情 谢谢 谢谢您 好 再见 拜拜 拜拜 刚才与中华聊了很长 不过给我们民众的一些反思很多 包括煽动法令 煽动法令是不是 如果我们要说禁止煽动法令了 那么无论是在野党和国阵的任何一个成员党 说要用煽动法令提供任何一个人都不是正确的一件事情呢 同时呢 我们说要拒绝种族和宗教政治 那不仅仅是国阵的事也是民连的事 那么我们在补选的时候是不是改换一个课题 改换一个思路 去教育民众进行民主觉醒呢 然后同时呢我们在反思新加坡的事情 新加坡的事情 人者见人智者见智 然后在这么一个群体当中 我们又如何去反思新加坡 是赞同它还是反对它 这其实本身思考 它就是一种民主觉醒的一种过程 在这个事情里面我也看到一些事情 就是人民需要去思考 要变成熟一点去选择政府 可是人民要怎么得到这样子的教育呢 人民要怎么去把自己的思想建立起来 变成熟起来呢 它一定是要需要有一个方面 或者是多个方面的教育 它不会自己变成熟的 它要怎么办 怎么要去变成熟呢 就是多参与这种机会吧 再不然其实一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不要有双同标准 无论是在野党或执政党 尤其是在野党 因为民众基于他们的寄望特别大 所以如果你持着这个双同标准的话 就像刚刚圆圆你也说嘛 这个中华也提到 就是说如果你反对这个煽动法令 你不喜欢这样子的东西 但是当这个支持自政党 做了一些事情 你又提议让人家 用煽动法令来对付他 这个就是双同标准了 这样子一个东西 我们常发现到 在我们的这个政治上呢 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多重标准 不只是双同标准 而不是执意 那个坚持你的这个理念和这个信念 所以让人觉得说对你没有兴趣了 所以根本的是在于我们民众本身自己对自己生活和民主人权的一个想法 只要你的想法到了 那么我们想实现一个你心目中的 你心目中那种民主人权的社会 也是近在眼前的 好 今天我们的讨论就到这 谢谢大家 然后赏光 好 今天拜拜了 好 明天继续天马星空 拜拜 拜拜